好 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禮拜一 禮拜二 日子過糊塗了 今天禮拜二 那也是一樣自然醒 然後呢 都摸西摸搞一搞 然後上網 看一看新聞等等 很快的瀏覽 然後下午呢 天氣非常好 我就把 比較 因為有出太陽啦 把比較厚重一點的 背單啊 床單這種拿出來洗一洗亮一亮 利用太陽 出來的時候 弄完了呢 就出去採買 按照我的一個禮拜 採購一次 順便把我的五倍券 花一花 實體五倍券 還蠻好用的在全臉 回來呢 就先歸習大法 結果一歲睡到八點 表示現在我才剛起床沒多久 然後 煮了一個防疫餐 那今天防疫餐簡單一點啦 量不要太多 就吃了一碗麵 那這個麵就是 把昨天剩下的白菜 最後一點點 跟新煮的這一鍋排骨湯 加一加打一個 水煮的荷包蛋 加一點小白菜 切一點蔥花 很簡單的吃一吃 這樣子 那不要看簡單 其實這個湯的 湯頭是很不錯的 它是 喔 這種豬的排骨 燉什麼呢 燉 鮮香菇 燉 白蘿蔔 還加一點小的 這種玉米 很小的玉米 這樣下去燉 熬了一整個下午 就這個湯就來當煮 一般我們吃陽春麵的這個湯頭就 非常營養 這樣子 好所以今天應該不會有像昨天 那種 非常 肚子 很臟 吃太飽的感覺 我們就很 輕鬆愉快的來看今天的 Jack Welch的Wenning 繼續往下講 第三種叫做 開除的第三個班的錯誤叫做脫太久 變成行屍走肉這種 有點像我們講的凌遲 不讓他快點死 凌遲他 讓他在那個地方製造 單位的困擾 對他個人也不好 對 單位也不好 當然對主管也不好 等於說是 有百害而無一例 但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 Jack Welch講這是一個錯誤當中的一種類型 第一種是 太快 moving too fast 第二種是缺乏坦誠 Lack of candor 第三種就是 脫太久 這樣子 那開始之前我今天因為 白天的時間也利用吃 早午餐的時間喝喝咖啡喝喝 風力複奶粉吃吃麵包的時間 瀏覽網頁也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 比較大家關心的跟我有關軍方的就是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 這個不是新的內容 那說實話 華爾街是屬於 就算美方的報紙也好 他們對我們軍方 的觀察也不是那麼入圍 他是用訪問的方式 那我就看到國防部史順文那個 任頭任老的 可能是 看起來應該是 檢視偉 支流提供的那種小學生的稿子 到底你講了一大堆到底答覆了什麼 什麼都沒答覆 那老邱更好玩 老邱聽說昨天 什麼金門 古寧頭 幾周年我不知道 帥了各個 幹部 重要幹部 去 金門 去 慶祝 去 上香等等 前腳一走 後面就馬上連環出車禍的那個 阿兵哥開名車 連環撞 這樣子 這個不是好現象啦 表示 金門犧牲的這些 這些以前的 軍人的英靈 對老邱實在很不滿意 這我開玩笑啦 只不予怪力亂神 我開個玩笑 那重點是華爾街日報這篇講法老邱講說 我們很有信心 不要管外面外面的人講那你不是義和團啦 義和團也很有信心啊1900年的時候符咒一貼 不要管外面外國人槍槍大炮怎麼樣我們不會死 你不是在搞義和團嗎 莫此為勝 喔你那個 現代義和團1900年到了現在都已經2020年了 過了120年了 一樣 老邱還是只會玩義和團那一套 那我們如果不要講到義和團啦我們講現代戰爭來講 呃你只要看喔如果有 媒體 或是有 國際上面有人認為某一個國家的軍隊有問題 這我以前碰過我講過 第二次撥安戰爭的時候我人在美國我那時候是副武官 我在華府的學界 智庫 跟國務院跟國防部我算小有名氣啦 我本身有參與一些反恐 的一些活動實質參與不是坐在那邊計劃我是實質參與我實質有參與 所以 那個時候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是最早敢講說美軍如果就軍事層面來講如果要出兵 伊拉克 這個戰爭是一個 一面倒 的戰爭 那當初為什麼大家有疑慮因為 伊拉克是一個很有名的不對稱作戰早期的這種作戰戰法 他會用核生化武器 核並不是指我們金小胖看的那種周期彈道飛彈的那個核他是用 呃低當量的 有 輻射但是是戰術性 屬於那種土式炸彈式的核武 然後呢有毒氣 有各種奇怪的毒氣 因為這種研發起來比較低成本 而且呢 當然有 毒氣就是 生物跟化學戰績當中 都有 毒氣裡面可以帶 有點像我們講碳居熱 的這種 病毒就是一種 生物作戰 化學戰績裡面更有很多的 所謂的化學的對人體有害的物質他們這種叫做 中文翻成 傷彈 Dirty Bomb 美軍很怕這種東西因為 無從防啟 所以他們會怕美軍有過度的傷亡 所以 Colomb Paul當初就為什麼要速戰速決就是 直接斬首讓你的指揮中蘇 呃 巴格達 裡面的指揮中蘇海山的這種 長長逆的這個 他的 Palace 他的宮殿長逆的地方一次解決 其他就群龍無首了 那我是第一個 我是第一個提出來這是一場 一面倒的 作戰從軍事層面上來講 我是第一個提出來的 也受到當時國務院跟 國防部的重視 因為他們 也是聽外國人講啊我也是外國人啊 被我講對啦 啊這樣子 那 這是一個就是說 你踩不踩那 不是本國人的聲音本國人是同溫層吧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你踩不踩那外國人的聲音 我當初在華府我的言論是受到很多人 高度肯定的 這是一個 但老邱是全盤否認認為我們 不是國外的和尚未念經 這個是中國 一兩百年來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仇外 為什麼會 因為被認為有外務只要老外講的東西就是邪門外道 老邱有這種反美跟反西方世界的這種 這種基因我不知道是怎麼養成的 虧你還去南非參大了 虧你還去美國在院的 你怎麼會有這種義和團仇外的心態呢 不要聽國外怎麼講 人家會講是因為你是個250 你會勘托到周邊的國家 我們希望周邊的國家來幫我們 同樣的你也要去想 萬一我們沒搞好會不會勘托到周邊國家 人家周邊國家好心跟你講 怕你勿勢 勘托到大家 你還一副 自以為是義和團 老邱就是這種 朽木不可凋野 爛泥扶不上牆的這種言論 還搞外交了這個就等於說已經把外交搞爛了 那我的重點還沒講到 重點是你只要去看 海三的 這種 不管是他 所謂的 國防軍或是他的親衛軍 文宣部長都是講 我們沒有問題 所以你去看只有第三世界國家那種 根本沒有戰力的 部隊才會講我們沒問題 西方國家不管你是看美軍還是看其他國家 NATO的部隊他們一定講 我們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 我們要改進 連美軍都有 很多很多的報告說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不要講越戰了很多 即使是第2次波安戰爭第1次波安戰爭都有很多檢討報告說我們做的不好 他們從來不否認說我們不夠好 所以 強國 跟真正有戰力的部隊一定會講我自己做的不夠好 只有海三的共和衛隊會講我們很強一定可以超英敢美 不要怕美軍 老邱已經變成共和衛隊的那個文宣部長 這樣子 這是我的感想啦對於這個華爾街日報 的這種他不是環石嗎 你如果說是環球時報胡錫進在那邊胡說八道 那個你還可以講跟他他推購一下 這種 所謂華爾街日報 你不要下次紐約時報跟華盛頓郵報都登你就好玩了 老邱我先提醒你你這種行李之蛙 好這樣子 那我講一下重點不要講我們自己多好了 只有第三世界國家海三的那個部隊才會已經瀕臨沉下了都還在講我們馬上就要打勝仗了還在那邊 放送 結果呢等到 美軍攻進那個 巴格達裡面的那個 海三的 那個 Palace 他自己的總統府之後 第一個落跑的就是那個 每天拿著麥克風在放送開記者會的說我們快要打贏了我們的戰果在那邊自己唬爛 都瀕臨沉下被包圍了還在講我們已經痛載美軍的部隊一個師了 前方又傳來戰報了你那不是跟老蔣一樣 所以我說老邱是一個該被歷史唾棄的 一個 一個很奇怪的怪人 以前我在戰訓組聽他講這些廢話屁話聽多了所以我太了解他 哈哈 這真的是笑話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問題不是不是在兵 確實華爾街日報點出重點但是他沒有看到細節 我們的問題不出在兵 我們的問題全部出在幹部 因為兵誰這樣轉 兵進來本來就什麼都不懂 你幹部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你怎麼訓練他他就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兵 我們的幹部 是最大的問題根源尤其是將官 因為我們將官過多每個都在那邊撈 喔不是連 連 當了中將了七條免稅院都要撈的這種撈 你下面的兵怎麼會練得好嗎 再加上老邱以降的這些人的觀念都還在八國聯軍 他們只會 搞自己熟悉的那一套 他最熟悉的那一套都是他在當排長跟聯長的時候 換句話說是50年前的東西 他不會搞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他不懂 他只能搞他以前那一套 這種老軍人我們看很多了 包含王信龍那種專科一騎的 這樣子 包含老邱那種45期就不會講了 我就不用講了只會搞自己 懂的所以這個危機浮現出現在哪裡 看不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自我感覺良好 別人好心提醒你 你還認為那個 全部都是 西方的 這種 外國的和尚會練機我們不必隨著音樂起舞 我們不必隨著 外界 對我們的評論起舞問題是你自己看不到缺點人家好心跟你講 你還自己認為自己很厲害 這樣子 所以我的 我的結論是 華文件日報講的沒錯 但他沒講到一個細節就是我們 問題全部出在 軍官 幹部 尤其是高階軍官幹部 全部你說他飯桶有點 太傷人了但差很接近了 這樣子 所以所以老邱 他的這種反應我們是 不是我們啦我因為跟他很熟啦 所以我要提醒老邱一下你不要老是搞義和團啊國外人家怎麼講我們不必全部聽你自己又拿不出辦法你可以被講一套你的你那一套給我聽聽看 所有做的東西不是失敗主義就是投降主義要不然就是搞八國聯軍你還能幹什麼老邱你可以被講一下我聽聽看我看你有什麼花樣 我看一下開開眼界了 別人講你又不聽 然後呢 周邊國家 我們講我們要跟我們的鄰居共同合作周邊的國家也怕你看到他老邱你到底知不知道 這樣子 就等於說 那個 左林右舍 跟老邱講的 左右鄰居在 吵架 你被夾在中間現在不是狀況不是老邱講的 是左林右舍 都很 重視自己的居家安全 但是老邱住的那一間呢是門戶大開 然後呢 完全沒有安全措施 每天在胡搞瞎搞 老林 人家好心提醒你 那個門要關啦 不要讓 閒雜人得進來 現在是這個樣子 不是左右鄰居在打架 你怕被 被磚頭砸到 是左右鄰居 都在嚴防 所謂的可疑 壞蛋 這種可疑分子進來 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邊擺爛 影響到所有社區的居家安全 人家好心在提醒你 這樣你有懂啊 老邱真的是一個腦袋瓜很有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出在幹部身上 不出在兵身上 有什麼樣的幹部就會訓練出什麼樣的兵來 以我現在放眼望去我們的幹部從上將以降沒有一個是可以 練兵的 沒有個腦袋瓜清楚了有的你站出來我看看是誰啦 我應該都很熟啦 從馬上要建林退伍的莫佑銘 啊 那個我陸院同學 好這樣子 很多啦 所以老邱你要 你要上頂發條了 但你那個腦袋瓜不是上頂發條就可以變通的 所以我看你還會鬧什麼笑話 第二個是 海軍才搞完艾滋船 好劉志斌又震怒了 光震怒有個屁用啊都是被老邱帶壞的只會事後震怒 那如果按照海軍的標準 把艦隊長拔掉了 那我最近又 今天又看到一個新聞是陸軍官校的 三連級的 呃 陸官三連級的橄欖球隊隊長什麼跑去 幫學把又單獨把學妹找去了 海軍那個是 修電腦 這個更好笑 是幫忙擦汗 這個如果發生在校長 是現在 這個校長身上 還是投到那個59級的老弟身上 老邱你你你你不覺得該 發揮你的 喔 重手 該砍一砍砍一砍 回家種田回家種田 這樣子 你聽得下去嗎 你光會覺得政治作戰學院不亞片外流啊你覺得震怒 現在陸軍官校 報紙登出來了什麼又幫學 又幫學妹擦汗了又跑去搞這個 搞那個搞一堆有的沒有的 你怎麼不震怒啊 你自己是陸軍官校畢業的啊 這種校長如果還是同一個那個59級的 以我的個性的話我直接叫他回家 叫他領退伍令啊 呵呵呵 呵呵 好這樣子 我是不會客氣的 鼓起養姦 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出來幹部身上 以劉志斌事後拖了很久 把劍隊長拔掉 陸軍官校這件事情 相信也拖蠻久的 不拔校長 那就要再往上拔 看陸軍官校是哪個單位管的嘛 順便拔一拔嘛 看學員譜要不要 自己把自己拔掉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好像 所以 這些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我們的幹部要大換血 所有的台面上人幾乎都不能用啊 因為 從老邱的想法就知道說 他完全是一種 自我感覺良好的這種 反美 反西方世界 唯我獨尊 貼符咒 然後呢刀槍不入 神功護體的這種玩法 那還得了啊 這樣子 找個史頓文出來弄那些狗屁不通的內容 你不覺得小學生寫的作文都比那篇 新聞稿好嗎 你在發什麼新聞稿啊 檢視尾你不用看一下 你也不用看了 檢視尾的水準大概我猜就是檢視尾寫的 呵呵呵 那種 那種 新聞稿你不發 還好一點越發大家越生氣啊這樣子 好我一直扯了20分鐘了 總而言之結論 不要聽老圈胡說八道亂講 你有信心那是你家的事 周邊國家沒信心才會華爾街日報登吧 你有信心有個屁用啊 你如果真的那麼有信心的話 周邊國家應該感覺到很放心才對啊 有嗎 那他登那個華爾街日報幹嘛 他發神經啊 登報不用錢啊 意思就是說左鈴右舍 你的左鈴右舍被你那種 門戶大開 完全沒有 這種 警覺的觀念 提醒你啊 怕因為 你這邊開了破口影響到左鈴右舍 你還講我很有信心啊 我認為小拖不會來偷 我認為強盪不會進來 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用管 這什麼道理啊老邱 所以我的結論是 強兵在將 兵髓降轉 強兵在將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兵 你說他草莓兵也好 你說他搞不清楚 錯不在這些人 錯在我們的 所有的 軍官幹部 尤其是中高階因為中高階制定政策 他腦袋瓜不清楚只要下一個 跟老邱一樣那種宿罪的政策命令下來 影響的是整個國軍 再往下中間執行的幹部又是 那種 250 又是那種 每天搞愛之傳的 當然兵就 一路往下 越往下越糟 那個兵就開始 給你擺爛給你混 全部是幹部的問題 這代表我們軍中的軍事教育失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 所有中將以上的幹部 全部要換血換掉 不能用了 根本不能打仗 那個華爾街日報還是客氣了你要要我血的話 我給我可以登紐約時報 跟阿差一樣 扭石半板廣告 剛剛那個開玩笑有感而發了開開 讓他開開新的暖暖場 這我個人的意見 大家聽聽就算了 我發發牢騷 畢竟跟我有關係 為什麼 我陸軍官要出來的 都不會跟我沒關 第二個 我跟老邱那麼熟 我不在這個時候出來 稍微 提醒他一下 他又不知道 隔天又飄到哪邊去了 隔天出來開記者會或是道立法院 這邊 額頭上可能貼個符咒 或是大鬧隊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張雅夫還是什麼拿官刀出來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希望 老邱要聽進去了不要再胡搞瞎搞 人家好心提醒你 你要當惡靈嗎 你自己家裡面被偷被闖空門的 事小你影響到 左林右舍比你富有的 他金條不見的怎麼辦 你家裡面可能 丟了一個山東饅頭 隔壁丟了一個金塊怎麼辦 丟了一條金條怎麼辦 你說啊不會啦放心啦 我很有信心 老邱你這個是什麼 你是想孝使解放軍嗎 孝使魏鳳和嗎 啊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直接往下看 看前面那個不算題外話啦 算我發到燒了 我們前面講到第三種就是脫太久 造成這個被開除的人 每天還要在公司裡面跟行事走肉一樣 參加所有的活動 接受別人一樣的眼光跟人言人語 這個對 不只是對他個人是傷害 對整個單位上上下下都是傷害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搞 為什麼因為我當過這個 Deadman walking 的人就在 老邱的戰訓署 我被當人球踢來踢去 沒有人要我啊這樣子 每個人看到我跟看到鬼一樣 還好我 我是 我是比較 屬於隨遇而安的人 不管你們怎麼對我我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會被影響 因為畢竟軍方包含陸總部 陸軍司令部本來就是一個 那種沒有效率 然後呢 四位素餐的單位 即使我被大家用一樣的眼光 同樣我也以一樣的眼光看大家 我說 還有這種單位啊 我開了眼界啊 這樣子 還有這麼鳥的單位 老邱你不用負責嗎 你在當書長你不用負責嗎 你敢講嗎 那我之前 我之前還講說老邱其實不是肉食性的動物 老邱是雜食性的 有 有草吃草 有菜吃菜 有肉吃肉 這樣子 有時候吃不到新鮮的肉 他腐肉照吃 哈哈 這叫雜食類 那 我的長官裡面大部分都是 這種 暴龍跟迅猛龍那種 真的肉食類動物我碰很多了 我的以前的長官 老邱那個一邊站那個雜食類的 那我還記得有一個我在淡海旅的時候 當作戰官 負責編裝實驗 那那個旅長的44級阿發的同學 很會罵人 喔但但他不敢罵我啦 因為他知道說他萬一罵我我拿翹 我變裝實驗不弄了他就掛了 那他 罵人罵到 有點小中風 半邊的臉幾乎都不能動了 那個是罵人罵出來了 但他習慣還是不敢 但原則上他不會亂罵啦我我看過被他罵的都 是基本上是該罵 那 有一天呢我們就聽到我在作戰科 每天沒日沒夜的在那邊搞 然後呢 有一天好像是 禮拜六還禮拜天我沒有休假我留在那邊弄禮拜一要 開會的東西資料 我是幾乎 都都沒有 旅部已經不發假單給我了 意思是說我隨時要誰傳誰到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基本上沒有假單 我有時候想出去就是落跑直接走出去在附近 關渡那個附近 吃一吃館子 出去放放風帶回來 我沒有沒有在休假的 那這個任務期間 因為任何的長官來找我 來看別裝實驗我都要在 結果有一天假日我聽到一個獅子吼 旅長的聲音好大聲 因為我們那個建築物 旅部的建築物是一個 是一個方形有一個天井 下面有噴水池啊什麼的 有盆栽 有造景 是一個 景置型的建築物 所以只要有人 大聲的 講話那個聲音回應就會喘 尤其是禮拜六禮拜天 幾乎大家都在放假 留守的人很少 我就聽到一聲獅子吼 我一聽就知道是旅長的聲音 丹田有力 而且 那個那個獅子吼 就感覺好像那頭獅子的 那個 如果以動物園來講的話 那個獅子的柵欄就在 作戰課的旁邊 大家不敢衝出去看 因為旅長在罵人 只有我比較大膽一點 我就偷偷的走到 門口作戰課的門口看一下說那個聲音從哪邊來怎麼那麼大聲 原來就在隔壁作戰課 呃情報科 後來 旅長 罵完人之後就走了 我只聽到他講了兩個字他只罵兩個字退伍 退伍 好大聲 我就出去趕快看到底是誰是 苦主 結果苦主是52期 就是徐原浦的同學 情報科科長 他直接被里長 罵完之後直接叫他退伍 那就是44期吃肉的 直接狗幹然後罵完直接叫他退伍 徐原浦 52期的 那你說那個情報科科長 他為什麼會被罵 其實我要是旅長我也很想罵他 就是每天睡眼心中的不知道幹什麼然後講話又沒有人聽得懂 旅長被他 不知道什麼事情被他氣到 照理講旅長要罵人通常都是打電話 叫 而且情報科科長還被執行 他是屬於軍官團的執行官 科長輪流被執行 他背那個執行袋 他樣子的造型長得就跟徐原浦有點像 被里長直接衝下來 你也不用 他也不叫傳令也不叫 打電話通知 他氣得直接從旅長室 旅長室好像在三樓 從三樓衝到二樓來 把 情報科科長罵一頓直接走的時候叫他退伍 退伍那兩個字還是用吼的 退伍 這樣子 然後掉頭就走 我就趕快跑過去看我說需要怎麼回事 他說啊算了算了 他被罵得滿頭包 結果呢是不是真的退伍 他 他 當然不會退伍因為他那時候是中校 旅長叫他退伍的意思是說我不要再見到你了 你如果還敢留在這邊我就叫你退伍叫你滾 你自己看要去哪裡去哪裡 後來他用最快的速度 自己打報告到金門 那他到金門人令 生效之前就是 Deadman walking 在旅裡面 所有人都知道 他被旅長 直接罵退伍叫他退伍叫他滾回家 這樣子 所以他我後來跑去安慰他我說需要 那沒有關係啊旅長脾氣就這個樣子啦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也不必講發生什麼事 我看他一副快死掉的樣子 被旅長罵他快死掉 絕對不是一件事情 一定是連續很多很多的事情 以我對四十四期那個旅長的了解 後來他就 大概 半個月之後他就掉金門了 自己打報告掉金門 從本島自己請掉金門 金門才能夠容得下這種人 因為金門每天沒事幹就躲在亨道裡面 晚上就喝高粱 這樣子 然後再做做假資料 就這樣 所以那個是吃肉的 好這樣子 那是四十四期的 老邱那個還差得遠的 那五十二期為什麼會被叫 直接退伍 五十二期這個人很多 所以我說學員普要小心一點 不要哪天老邱衝過去直接叫你退伍 好這樣子 好那個也算是一種Deadman walking 好我們直接看內容 I've seen the deadman walking effect more times than I care to remember 他說我 印象中已經 不知道見了多少次 這一種刺激走肉 叫Deadman walking effect的效應 在我的肢牙裡面 見過太多了 多到我都數不清了 I can recall a staff meeting at headquarters when I was a division VP About 10 people weren't there including one of my peers Steve who had been having consistently bad results Before the meeting even started everyone already sensed that Steve was a goner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自己的同僚 他講說他還依稀 清楚的記者 有一次 他在當一個部門的 Division算蠻大的 一個部門的 副總 副總經理的時候 那個叫VP Vice President 那有一次在總部召開了 一個 所謂的幕僚會議 這個所謂的幕僚會議 我個人認為是主管會議 因為參加的人應該都是主管跟副主管 所以大概有10個人 主管副主管在總部 GE的總部召開幕僚會議 所謂的主管會議 所以有10個人在場 大概10個人 包含了 他的一個同僚也就是同樣在某一個部門擔任副 副總的一個名字叫Steve的人 那這個人長期以來業績不好 就有點像我講的 我在 當作戰官大作戰官的時候管別方時間在淡海旅 搖拐八旅 隔壁的那個情報科科長 我的科長是賀政啊 也被旅長修理 不過賀政比較好一點 賀政是被叫到旅長室修理 表示情節比較輕一點 那隔壁那個 情報科科長是 旅長氣到 差點中風 從樓上直接衝起來就要退伍 也就是說這個人叫Steve 的人 他的業績一直不好 持續性的不好也沒起色 這樣子 所以大家知道說 這一次的苦主 如果有檢討的話這次開會 Steve應該會被修理得很慘 大家心裡已經有數了我相信 當事人也應該知道 那在會議開始之前每一個人都已經 嗅覺靈敏的 感覺出來 Steve 可能會 人家叫他滾 這樣子 這次會一定會 主管一定會叫他滾 開會前就感覺出來了 but once the meeting began the discomfort got worse 會議開始 比大家想的更糟 就是 被修理的 產上家產 比大家預估的還要更慘 召開會議的主席 想必是 接近CEO的這種位階的人才能召開這種主管會議 就特別 什麼都不講 單獨就把Steve 的 問題 直接挑明了就 針對Steve 支求對決 不用對決 他是 CEO那個位階 不用對決 就直接針對Steve 開始 開始 開始展開批鬥大會 討論他的什麼東西呢 他的 每一季 的 績效 一季一季的 批 喔就是比如說從今年第一季 的業績批到第二季 再從第二季批到第三季 現在可能第四季 一季一季的批 完全不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 就完全針對他而來 而且呢 也不讓Steve有任何辯解的機會 喔就一路罵 這個在軍中我們 很習慣啦 但是在民間企業這樣可能不行 可能不太好 Steve could do nothing right at the coffee break 那什麼叫 Steve could do nothing right 就是 Steve不管做什麼都不對 你難道敢回嘴嗎 你難道敢否決所有的氣爆的報表 財務 或者是績效 都是 錯的嗎 他不管做什麼都不對 這樣子 只能默默地挨碼 在咖啡 at the coffee break everyone mailed a belt Avoiding steve as much as possible none of us could look him 那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大家有一个 喝喝咖啡 在走廊上 喘口气喝咖啡 舒缓一下心情 大家呢就在 那个Coffee Lounge 跑来跑去走来走去 大家每一个人看到Steve 都跟Winston一样 避之为恐不起 没有一个人可以 正面看着他的眼睛 知道他心情不好 但也没有人敢接近他 怕被台风围扫到 这样子 没有人敢正视他的眼睛 好好地看着他 这个让我回想起 我那个时候 听到我们旅长 阿发的同学 退伍 大家没有人敢出门 怕被台风围扫到 只有我赶快跑出去看一看 还跟那个学长讲一讲 说怎么回事 表示其实 我那个时候不是满黑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负责大案子 旅长绝对不敢这样骂我 他如果骂我 我直接甩爬子就没人弄 Unfortunately it took about a year before Steve was let go 很不幸的这种状况 持续了一年 Steve才被开除 这一年就是所谓的心思走肉 好这样子 at every staff meeting we watch in agony as the self confidence seeped out of them you just knew the people in Steve's businesses had to be crippled as they were undoubtedly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were only waiting to find out who his replacement would be 每一次开这样的一个主管业务汇报的会议 大家呢主管就看着又也很痛苦啦 看着他 的自信心 慢慢慢慢的流失 形同搞目死灰 每一次开会就看到他好像 人又憔悴了不少 下次开会又看到他 又更憔悴了 等于慢慢慢慢的在 往死亡迈进的那个样子 大家也于心不忍 好像拖了一年 那 你也知道 Steve 他是一个部门的副主管 或者是主管 他手底下的企业单位 一定也受到重创 因为 老板会被修理 会被临时 是因为我们大家业绩不好 害老板 或是副主管 开会被临时 我们大家也不好过 我们大家也难过 我们也知道我们老板要走了 都是我们害的 也许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 但是他是为了我们去被修理 然后还拖了一年被临时 大家心里也不好受 所以 整个军心士气受到很严重很严重的打击 他那个整个部门以下 更惨 而且他们也看到自己的主管 日益的憔悴 日益的 如搞木死归 他们也于心不忍 好像看到一个好好的人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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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憔悴 慢慢慢慢虚弱 自信心慢慢慢慢的瓦解 这个过程慢慢的 因为被临时 员工们 他手底下的部署员工也看到相同的状况 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眼睁睁的 眼巴巴的等 看着他 这样慢慢的被临时 然后呢 最后 才能够知道 谁是他的接班人 要派谁的来 要派谁来 担任新的主管 大家也在猜 也在等 也在看着 这个整个临时的过程 对大家其实都不好 当然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主旗事者 这些有人事权的主管们 会容许这样的一种行尸走肉的效应发生呢 当然就是主管的问题 不会是当事人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理由是 开除人 这个工作太棘手了 所以没有人愿意当坏人 去做开除人的动作 我就以拖 就用拖自觉 以拖待变 拖到最后 看是谁 愿意当坏人 谁去处理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变成 越拖越久 变拖死狗了 变成临时了 那为什么还要临时呢 而且临时跟我们古代一样 清朝以前临时还要示众 让大家都看到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其中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比较 所谓的suttle 是大家不太容易看出来 你要很有高瞻原主 你要很有观察力 才看得到它那个精细的操作的部分 运作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这种行尸走肉 被临时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 有一个 蕴含在里面的一个 大家看不太出来的一个高深莫测的道理 正在行尘当中 表示他对 这些老板来讲 主席事者来讲 这种 所谓的临时的过程 好像有他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主管们 让一个 准备要离开 被开除的员工 twist and win 就是临时 我不让你很快的死 我让你慢慢的受折磨给大家看 示众 那个叫twist and win 等于说把你吊在风中 让你风干 每天就死一点点 每天生命力丧失一点点 让大家看 看到终于有人受不了了 才跳出来说算了 我们让他一了白了好了 真正在幕后有缺的老板说好吧 大家既然都这么讲了 那就依大家的意思好了 是这个意思 because they want the victim's peers to see 他想要让所有的 跟这个人 跟Steve一样位阶的主管 或是同僚们 能够看到这一幕 第一个有警示作用 第二个大家于心不忍 都会讲说好了好了 我们大家联署 让他走好了 让他早点走 不要在这边受苦 就是变成一个责任分摊 真正要开除他的老板 可能会感觉到 我是顺大家的要求 不是我的意思 这样Steve也不会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不会跟前面那个Gale一样 怪到我身上来 这是这些大老板 有主旗式 人事权的这些人 高位的人 他心里面所想的 这个叫外人 不太容易看出来 让大家能够于心不忍 他的同僚于心不忍 联署希望能够快点 让他走 不要临时他了 毕竟 同僚之间都有一些 革命情感在 老板可能铁食心肠 但是同僚不忍心 于心何忍 大家平常相处在一起 虽然有竞争关系 但是都是同僚 可能在一起受训 一起进公司 生活在一起等等 这个是他 微妙的部分 从某一种角度来看 这样是非常残酷的 去做这样的一个 临时 自己的部署 然后呢 把责任 分摊给所有的通僚 让大家 做出决定说还是让他走好了 等于说这不是我做的决定 是大家这样 做的决定 我就依大家的意见 这是一种 风险责任的分摊 大部分的老板宁愿 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谨慎小心 在开除这个事件上 是一个谨慎小心 犹豫在三的人 也不要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快枪手 跟老邱一样 拿了刀就砍 砍出问题了 他要全体负责 如果拖久了 按照大家的意思 他还当好人 这样子 Richard, Gale and Steve are examples of how firing goes wrong How can you get it right 那他最后结尾讲说 不管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 开除太快了 那个叫Richard 然后呢 没有Candor 不是Candor 没有Candor在里面 不照实跟他讲他的表现 一路说他好 最后开除他了 人家认为你 故意找茬 因为你平常考核说我很好 为什么开除我 那个叫Gale 叫Lack of Candor And Steve 是Deadman walking effect 拖太久 这三个都是 活生生的 非常好的 给我们的参考的一个案例 就是你要开除的时候 绝对不能犯这些错误 How can you get it right 那你如果面临到躲不掉 非要遇到开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要怎么做才会对呢 你不是避免前面讲的三种 你就会做对 而是避开这三种 还要另外做对的 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下面再来讲 已经50分钟了 我就不多讲 我们待会 润喉一下 就差不多 念一念就差不多 今天就很轻松 很愉快跟大家聊聊天 就 等于这个章节 很不错的三种 开除人的案例 就可以 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像这种责任分摊 我在华府也碰过那种高来高去的 很厉害的 我讲一个结束前 我就讲个小小案例 我亲身碰到的 也是这种啊 既然都这样 那就怎么样 好类似这样 拖 那我前几天看到报纸就是 呃 蒋夫人宋美玲 在纽约逝世 的比较几周年 那我还记得蒋夫人逝世的时候 我就在美国 好像2003年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 所以 从政治正确上的角度来看 蒋宋美玲是 我们大使馆 陈建仁先知道的时候 我们整栋楼主观会议开完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 从陈建仁已降 没有人敢去处理这个事 就假装不知道 因为陈建仁是一个老政客 他知道说 我将来可能从驻美代表的这个位置下了之后 我可能还有一些 哦发展 在阿扁手里下 我这个时候跑去处理 宋美玲的事情 表示我跟国民党又挂钩了 又属于这个深蓝的派系 又去处理蒋家的事情了 呃 可能会触怒当局 哦这样子 所以就不动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看报纸也知道 蒋宋美玲去世了 但是 将近一个礼拜都整个大使馆都没有动静 驻美代表处 从 外交部 下辖其他的单位 哦 包含我们军协主 都没有动静 那事实上最要有动静的应该是我们军协主 因为 蒋夫人跟空军的渊源很深 叫空军之母 所以空军 最钦佩的其实老空军都知道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高智航所以才叫剪桥精神 一个是 蒋宋美玲 因为他是空军之母 所以你以前看蒋夫人在穿的一种 特别特制的一个 旗袍外面加了一个像风衣一样的斗篷的东西 上面还别了一个空军的军灰 他是空军之母 但是联俄呢 就是空军的老巢 冯四宽就干过联俄次长 但那个时候冯四宽已经去当空座部司令了 那个时候的 又换了两任次长 换了一个叫陈嘉玲 之后换李贵发 就是现在跑到市场跑 凤凰卫视区胡作八道的李贵发 那个时候是李贵发 李贵发是空军 自己是空军的 也在当联俄次长 偏偏我们的团长 接程永康的也是空军的叫王明毅 大家都不讲话 好像没有这回事发生 但是你不去理他 桥界的人受不了 大华府周边地区桥界的人想要公祭 就跑来问 这不代表述说 蒋夫人去世了 我们要公祭 我们要到哪边公祭啊 也没临堂 什么都没有 桥界就开始骂了 这样子 那陈建仁也 不动声色 下面人也都不敢动 那我们这种属于二等秘书 这种比较小咖的 每天就聊天 就在一轮纷纷说 蒋夫人去世都快一个礼拜了 怎么我们这边都没动静啊 跑去问空军的那个学长也在装死 上面没命令啊 大家都不敢动 因为一怕你一动 你可能整个居里生涯就结束了 人家就会说你 阿扁还在当总统 绿营还在执政 蒋夫人去世了 你居然跑去啊 要帮他弄这个弄那个 后来是因为桥界的人受不了 桥界的压力太大 很多人要要祭拜 陈建仁呢 就想了一个折衷的方法 就在双向园设了一个简易灵堂 那个简易灵堂也蛮简易的啦 就是搭一搭 然后呢灵堂里面也没有人哦 是派 但每一个外交部跟其他各个 呃部会派去的小组里面 派人轮流去 当值日官的意思啦 就坐在那里面 每个人坐半天然后再换人 等于是等于是类似我们讲的那种 值日的意思 但是一个人坐在里面250也没用 因为桥界的人来了 要上乡要干嘛的还要迁道 很多 那 陈建仁好像就把这个任务说你们还是要派人资源哦 要派人去祭拜什么资源 没有人敢去 王明毅就 宁为寿命 就说怎么要有人开个头吧 那这个人 就就就就我们就大家拱一个人去开个头好了 然后呢我们的五官 52期的后来的国安局副局长 他就把我叫去 他奉了王明毅跟陈建仁这个系统下来的命令说 就跟我讲说 那刘坚 你就代表我们军邪组 军事代表团去跟蒋夫人上个箱签个名 然后拍照 表示你真的有去 这件任务就交给你了 顺便帮我的名字也签一签 我不去 记住 帮团长签名 帮我签名 其他人不要签 我陆军小组帮我签一下 我就被派去 双校园的检疫灵堂 我去的时候呢我还算蛮早的 因为我上乡完之后呢 我看到一个检疫灵堂那边 做了一个不知道外交部哪一个组的雇员 还把公文带去那边写公文 我跟他打了招呼 说我来上乡 然后现场有林兴的 侨界的人也来上乡 因为林棠才刚刚成立 我是第二个签到簿上面签名 我是第二个 我来帮王明毅签名 帮我们五官 陈文帆签名 然后我自己再签名代表大家 就回去了 大概又过了几天 台北这个方面才有命令下来说 要全力配合智商 要由我们军协主 全力 去处理这件事情命令才下来 那那个更好玩 因为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有一次 王明毅在早餐 未报早报的时候就讲 好 那 讲夫人过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团里面有没有人已经先去祭拜过了 有祭拜的举手我就举手了 既然刘志坚都去过了 那我们下午的时候由团长代代表 带大家一块去祭拜 既然刘志坚都偷跑去了 我 谁叫你去的 还把我骂一顿 谁叫你去的 团长我都还没去你去你去拜什么 既然这样你已经去了 那你下午就不要去了 下午你留守 团长带 各个五官跟所有人去再去团拜一次 然后就去拜了我就我就变得不用去了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替死鬼替 去看看会不会死掉的 后来 台北这边联合有接到命令也下命令说我们要派 一组人去 纽约赶到纽约去 筹设智商委员会 空军小组 就把这个任务包下来因为就有功劳了 前面敢死队是我 我派去祭拜是我是敢死队 后面安全了 有功了 就是台北这边下命令了要全力 配合 空军小组 当然就变得当人不让了 王明义就开始分配了空军小组 的人全部出动 那边其他的人就 两部车杀到纽约去 就去办那边的智商事宜 这个是 我看到这个讲起来了 好 已经 撑到最后总要找一个人 去当踢死鬼 我去当踢死鬼完了之后还活得好好的没事 王明义就出来了好吧 大家既然刘志坚都偷跑去 祭拜过了 那我们大家就再补去一次好了 谁叫刘志坚去的 谁叫你去的 我团长都还没去你去什么 还把我骂一顿 这样子 多讲了10分钟 这个是我的感想 我们军方一贯是这个样子 所以立志当头 即便你是蒋夫人也没有人撩你 空军也一样 那个叫立志当头 因为大家有一个 甚至正确的风向感 这样子 好 直接开始 I've seen the dead man walk in effect more times than I care to remember I can recall the staff meeting at headquarters when I was a division VP about 10 people were there including one of my peers Steve who had been having consistently bad results before the meeting even started everyone already sensed that Steve was a goner but once the meeting began the discomfort got worse the group's boss picked apart Steve's quarterly results and wouldn't allow Steve to open his mouth for a rebuttal Steve could do nothing right at the coffee break everyone milled about avoiding Steve as much as possible none of us could look him in the eye unfortunately it took about a year for Steve before Steve was let go at every staff meeting we watched in agony as the self-confidence seeped out of them you just knew the people in Steve's businesses had to be crippled as they were undoubtedly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were only waiting to find out who his replacement would be the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y do bosses allow the deadman walking effect to occur one reason is that firing is so tough that no one likes to do it and so the event often gets delayed but with the deadman situation something more subtle is often going on bosses let an employee twist in the wind because they want the victim's peer to see and figuratively speaking sign off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firing decision in a way it's cool but most bosses would rather be known as careful than quick triggered richard gail and steve are examples of how firing goes wrong how can you get it right 下面有講一些要怎麼做才會對 first no surprises 他整理出來很不錯這本書 那我剛剛講了這個蔣夫人過世 前幾天剛好是不要第幾週年好像是 20週年吧 因為我離開華府也20年了 算一算大概有快20年了將近了 從2003年到現在2021年將近20年18年也有 那他這邊我要highlight是說 這一小段就是我剛剛舉例的 我在華府碰到蔣夫人過世那一段事情 他雖然不是deadman situation 但是他屌在那個地方 沒有動作 這個可以去問陳建仁啦 他沒有他沒有下命令我們所有人不敢動 bosses let an employee to soon win because they want the victim's peer to see 這邊是單數 的複數 所有人看到跟我那個狀況一樣 大家屌在那個地方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僑界已經 怨聲待造 民怨士氣的時候才弄個簡易靈堂 然後叫我去當踢死鬼 事後還罵我一頓誰叫你去的 團長都沒去你去什麼 好既然劉志堅去過 我們大家下午再重新 由團長帶著大家去劉志堅你不要去了 在搞什麼王明義 但不能怪他啦 他們看到那種少將 團長的階層是已經政治路線了 稍有不勝可能政治生涯就毀了 所以找一個人犧牲掉也是應該的 看我這種這種樣子就是很好犧牲的樣子 就叫我去 好 一小時多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禮拜二的晚上 非常愉快 還好今天沒有吃太 晚上沒有吃太脹 所以不會 不會太 感覺講起來好像一直打嗝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以上所有都是有 插科打混的地方是我個人的戲劇效果 同學就聽一聽就算了 他那個詞對是戲劇效果 我明天再見